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2月20日 星期日 今天要和大家 關注一下一則國際新聞 大家也知道 中共除了在新疆維吾爾 搞種種滅絕 然後迫害香港 其他小數民族也不斷打壓 而且不只是對待我們 他們對待自己人民也是十分殘酷的 迫害維權律師 所有人 其實都遭受到中共 不同程度的虐待 美國一直以來 一直都是制裁一些高官 他們覺得這樣是不夠的 眾議員哈之勒 他們現在提案了 就要求 禁止中共 全國代表大會的成員 人大 加上他的家人 不讓他們去美國 這位參議員是女士 她特別點名 中共 總書記習近平的女兒習明澤 她曾經在哈佛大學攻讀 痛批中共 在法下種族滅絕暴行 但是 繼續把他們的孩子送到美國 接受世界一流的教育 共和黨眾議員 提出大量對抗中共的立法 包括保護美國 不受間諜法影響 自己也遭到中共的制裁 哈之勒這次提出 保護高等教育不受中國共產黨影響法 鎖定了包括 習近平在內的中國政治局常委和他的家屬 包括配偶 子女 父母 兄弟姊妹 和孫輩 即是要諸三族 這個十分之好 根本就是這樣 跟他有親戚關係 根本全部都不讓他入境 還要來讀書 根據哈之勒提供的資料 他說在2020-2021學年 有超過31萬7千個來自中國的國際學生 在美國讀書 包括中共官員的家屬 當然 習近平的女兒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他曾經在14年在哈佛 完成本科學位 又在19年入讀研究院 他痛批了 習近平和中國共產黨這群惡棍 在實施種族滅絕 迫害少數民族 以及 在他們人民的時候 他們的子女 在哈佛這些世界一流的大學 接受 最先進最文明的教育 這個當然是很諷刺的 我們詳細和大家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這個外電就這樣報的 哈之勒 新提的這個議案 是美國國會議員 第二個針對中國高官的法案 其實早在9日 美國眾議院有幾個資深的共和黨議員也提出 要制裁 中共暴政 壓迫人民 官員 即是所有 那些高官全部都要制裁 這次他們提出 其實就是 中國的人大代表 2900多個 全部制裁 當然 人大裏面所有的代表 包括香港的港區人大 全部都要制裁 這樣就糟糕了 李澤佳 好像也是人大代表 李嘉誠就退任了 但是 香港的 全部都是 包括 王志祥好像也是人大代表 當然 他們說得制裁人大 當然 中共的政治局裏面 有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員 這些全部都要制裁 好了 這次點了名字習明澤 可以說是 從來未試過這樣的 以往 我們也看到 其實美國很多制裁 都是在 形式上 真正對中共 是不是可以構成到威脅呢 其實不是 你說 這次我認為 針對他們的家屬 是最重要的 因為中共的領袖不會自己去美國讀書 他通常就是他們的子女 他們的家人 就會移民到美國 美國受教育 之後將在美國學到的回來 對付中國人民 這件事 其實也很不堪 是很無恥的 而美國也不可能 繼續 做中共的一個作惡的踏腳石 不過 這件事又會牽涉到美國的利益 大家都知道 美國的教育界 其實 一年有31萬7千個大陸學生 這批大陸學生其實 貢獻了很多的學費 當然有一部分是 簡潔 他們在美國偷到的東西絕對 是利益大於他們所付出的 但是美國人 尤其是做生意 教育界其實目光很短淺 美國的大學 可以說是左膠的培訓中心 裏面的大學生搞出來 全部都是左膠來的 基本上 他們教的那一套 其實 是不是真的可以 教得成 我們也覺得有些問題 不過 始終 你要禁止 大陸的學生 他們如果不是高官 也沒有那麼多錢 貪不那麼多錢 靠做生意的 每個人都有人大政協的名字 意思就是你要制裁 最出名的那些 沒那麼出名的就不制裁 剛才我們舉個例子 香港的富豪大部分都是人大成為人大代表 他們如果是制裁 如果是制裁 如果是制裁 法案 通過的話 他們會很糟糕 甚至是黃之牆 陷阱都不可以再來美國 當然 還包括陳啟宗 不過 這個阻力也會很大 我們就這樣分析 他現在點名了習近平 過島的機會 其實也挺小的 因為始終共和黨現在兩院都沒有一個 明顯的優勢 過島的機會 因為這個機會不大 除非要等到中期選舉 中期選舉在今年的年尾 十一月 十月是二十大 變成了這一幾個月 那個政局 就會圍繞住中共的二十大 習近平的人事佈局連入 然後美國每個都在爭取中期選舉 因為美國的民情 仍然對中國 是十分敵視 看到中共 輸出了他的病毒給美國 害到美國 糟糕了 而且中共可以說近幾年 他們在國際上越來越囂張氣業 一樣 也是他們的戰狼外交發揮了功效 使得很多美國人覺得中共是一個 野蠻人 是一班惡棍 是一班暴徒 所以 現在逢是打出中共牌的 任何對於制裁中共的言論 其實也會得到支持 這個其實 在今年的 中期選舉 中共牌 其實就是一張最好的牌 如果讓人知道你的背景是親共的話 是有機會輸了選舉 所以 這一場 我們也可以理解為美國人 的反共公投 當如果共和黨取得兩院的優勢 即是參議院、眾議院都過半數的話 拜登就沒有人走 當然 要視乎選民那種意向 因為如果你可以 真是戰勝 民主黨 你就是意味著 親共的議案 當然是糟糕了 親共的議員 通常都沒有運行 可能會敗選 反共的議員 就會有很多當選 不過這件事 共和黨懂得搞 民主黨也會吃 其實以往 民主黨是吃開反共的水 不過 變成反了一下 他們除了佩洛西 表面上反共 實際上是不是 桌底下跟中國有嚴慕交往呢 好像克里 好像拜登的兒子 好像希拉莉 這些人 私底下 可能跟中共是 眉來眼去的 或者是極度友好的 這些也不奇怪 我們看到大量的民主黨人 以及部分的共和黨人 其實都是跟中共 眉來眼去的 如果他們為了選票 一樣可以說一些法案出來 未必可以 通過到 但是 可能是一些 例如是騙利 騙選票 所以 所以 這次 我們認為他們的 宣傳反應是做得不錯的 起碼 提出多一些這些議案 令到多一些人覺得中共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這個 在美國造成一個民情 其實也很重要 我覺得 這次點名字習明澤 以往 其實是未試過這樣點名字的 這次點名字 我已經回不了頭了 因為 以後 只有越來越加強 其實美國是一個民主社會 很多時候有些人看民意 美國政府要動你 一定看民意 如果民意 越是敵對中共 其實 接下來選出來的政府 一定要跟隨民意走 這樣 他們沒有辦法 慢慢的也改變不了 所以你看到拜登最近很多種 想推的政策 其實 甚至乎比特朗普更加辣 因為 你是要 取悠民眾 對吧 你說是民粹政治也好 甚麼也好 最重要就是 民意 是人家 尊重的 民意 其實你跟我也有份 我們去推動 讓美國人知道多些中共的壞事 讓他們知道中共對他們的禍害 這個 當然是我們的工作之一 也是大家傳播開去的 這個任務 大家聽了我們的節目 將我們傳播開去 讓多些人看到 如果有 大陸翻唱看的朋友就更加好 我們也是其中一個 對抗中共大外宣的一個 很重要的媒體 所以我們也會涉而不捨的揭露中共的壞事 使得 大家 讓多些西方人 更加知道 尤其是西方民眾 因為他們有選票 這是很重要的 這次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裏 拜拜